來將台中途 祈求我們臺灣通條五孫 副市長邱佩玲擔任點金官 循著開光儀式替龍舟點金 祈求航行平安 接著祭江儀式也馬虎不得 在道士的引導下祭酒拜三生 典禮之後 三生素果全都要拋向大海 打雄黃酒 象徵對大海的尊敬 因為疫情停辦四年的 季童端午龍舟賽 今年恢復舉辦 市政府和體育會選擇良辰及時 舉行點金開光即將下水典禮 今年是第二次我參加這個活動 非常莊嚴 那今年跟遺忘也不太一樣 疫情前的時候不太有龍舟 那今年開始有二十隊 那六月十號的時候 也會有很多活動 民政出辦了有綠彈也有嘉年華 所以很希望激動的民眾 一起來看龍舟 享受端午節和家團圓的氣氛 睽違四年龍舟賽恢復舉行 不少選手和教練相當興奮 體育會說六月十號當天 會以嘉年華行事邀請民眾一起同樂 而明年將爭取回到金融港舉辦龍舟賽事 在國中的時候有參加過全中浴 然後已經有四年沒有滑了 很開心在畢業前還能夠有機會再滑一次 還滿期待這次的比賽 這是端午龍舟呢 這是一個傳統的一個賽事 然後我們學校巴陀高中呢 都會來參與這個比賽 往年的時候有參加的時候 我們都得到很好的成績 選手們呢 學生們也都非常的期待說 這個比賽 然後這也可以讓他們在高中生涯當中 是一個完美的一個回憶 疫情休息了好幾年 今年重新辦 雖然場面沒有以前那麼熱熱 可是慢慢辦就開始 我們也有跟市長建議 明年可以改到金融港 就是我們海洋廣港前面那個 橫的不會影響到我們的水道 而且那地方啊 知名度高 外線是要來看也可以 我們金融港賽龍舟 我們以前在金融港也辦過兩次 希望說在市政府還有港務局 跟議會大力協助家 今年金融龍舟賽總計有20支隊伍報名參賽 當天還有立誕及表演活動 歡迎民眾來到金融 參加全台唯一的海上龍舟賽 一起看龍舟慶端舞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